经过蒙古军长期围困 汴京城已经成了一座内无粮草 外无旧兵的孤城 经朝统治者又丧失了宝贵的民心 实在难以维持下去了 我阔台寒 拖雷摄政网 北规避暑后 留大将宋布台继续围攻汴京 蒙古军猛攻十六昼夜 城中军民群情激愤 坚持抵抗 用当时较为先进的火器振天雷 飞火枪 还击攻城的蒙古军 重创盟军 城下施机如山 血流成河 蒙古军久攻而不克 上亡惨重 遂彻围而去 并赞予议和 金庭喘了一口气 金埃宗又是宣布大社 又是班令改元 试图挽回人心 便经解除戒严令 大开正门 允许城中军民自由出入 金埃宗还派使臣 奉金伯诸裕 去蒙古军营 答谢盟军将帅 许和美意 双方你来我往 煞是热闹 据金史记载 盟军退去后 汴京城中很快闹起了瘟疫 因染上瘟疫而死者众多 近50日 那住门送出城外埋葬的死者 就多达90余万 蒙古大将宋布台率领的军队 虽然暂时停止了对汴京的围攻 但并未退回墨北 而是分散 驻扎在河南各地 随时都有可能 捐土重来 天星元年7月 蒙古再派使者 唐庆率三十余人的使团 来汴京招响 逼迫金朝投降 要求金埃宗 去帝号称臣 亲自去蒙古 夜见窝阔台大汗 7月5日夜 现前龙莽暴躁的 非虎军军士 申福 蔡元等30多人 因忍设不了蒙古使臣的傲慢无礼 以为义和不仅屈辱 且终将失败 不如杀之 已成一时之快 于是他们手持兵计 擅自在深夜时分 闯入一关 将憨水中的蒙使 唐氏和他的两个弟弟 以及17位随从人员杀害 事后 哀宗竟免治其罪 并且犒赏神父 蔡元等非虎军军汉 军士不顾大局 怒杀蒙古来使 蒙京之间的义和局面 彻底破产 一部分有恃之事 对此十分忧虑 他们知道 善杀蒙使 通往和平的大门 已经关闭 一场他天大祸 即将降临 杰埃宗也在加紧调兵入园 以巩固京师防御 8月 参知正日 邓州行省 完颜撕裂和恒山公武仙 等在南洋收拢了十万溃兵 自汝州入园汴京 行至郑州密县 以东的京水石 与树布台率领的 盟军主力遭遇 因完颜撕裂急于进京 黄吉坚又指挥师户 十万人马被树布台迅速击溃 被重新启用的 疏密使赤胜和恥 正率兵一万 出营完颜撕裂 听到撕裂部大溃的消息后 立刻抛弃粮草自重 连麾下一万兵马 也不管无故 连夜逃回汴京 所幸的是 树布台并未派军追击 赤胜率领的一万兵马 方才幸免于难 与刺势拂晓 侥幸回到京师 金埃宗将赤胜和习贬为树人 其实当时京师面临最深刻的危机 并不是兵力不足 而是粮草不济 润九月 汴京城中粮食逐渐溃乏 此后汴京粮食紧缺 朝廷又多次搜刮民间存粮 百姓只好吃树皮草根 连蜀雀都被吃几 以致精识人相识 就在不久前停战后的次月 开封城曾经流行了一场 长达五个月的大瘟疫 夺去了近百万人的生命 五个月后 城中又闹起了粮荒 饥饿和瘟疫一样 又一次袭击了汴京开封府 人们一个接一个倒闭 成为恶嫖 死者相枕戒 不论贫富贵贱 据束手待毙 有著名文人袁浩问 是世界经历者 曾撰身约 郁郁围成度两年 愁肠激活日相间 穷愁末路的绝望感 溢于言表 到最后城中凉尽 居于金字塔顶端的金埃宗 完颜手续也开始三餐不计了 他见变清 已不可为决定离京出走 1233年春天 金埃宗命餐之正事 兼书密院副使完颜奴身 西路云晒催立旅游手 南京开封府 自率部分文武大臣 出京奔归得而去 艾宗前脚刚走 催立后脚 变杀 完颜奴身等人 向盟军投降 苏布台率大军入汴京 艾宗一行 在途中几次遭遇盟军截杀 随护将士死伤 溃散殆尽 蓝奔使突 黄黄如丧家犬的艾宗 在白宫庙狠心抛弃 仍在拼死护驾的残兵败将 只带六七个亲随 乘船逃顿 好不容易才抵达归得 艾宗到归得后 经守了几个月 但京军精锐早已不复存在 不可能再有外援 其内部又矛盾重重 汉将蒲察官奴 跋扈 不听艾宗调遣 城中粮草又即将吃尽 艾宗又决心弃乘他走 1233年6月 金艾宗离开归得 辗转来到蔡州 还派使者约各道前使入菜 却硬者聊聊 艾宗还整势朝政 意图恢复 但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蔡州地处淮河的支流 如河之盼 与南宋接壤 当初在归得时 金艾宗听说过 蔡州城池坚固 兵精良足 才决意来到这里的 可实情并非如此 蔡州无险可守 守军也不多 还面临着来自宋军的威胁 形势十分不利 金艾宗到蔡州后 任用完颜仲德 主持军政 仲德收拾溃兵 整顿兵马 修缮兵技 还严肃军技 严明赏伐 企图重整旗鼓 重振军威 虽然大势已去 金艾宗和完颜仲德 仍在做着悲壮 而绝望的努力 金艾宗看出蔡州一手难攻 打算再次修成一番后 率军西征 攻夺南宋的四川云南等地 扩充地盘 金军虽然打不过蒙古 但对多年的手下败将宋朝 依然保持着心理优势 此时的蒙古军经过多年征战 虽然旅户胜利 自身也感到疲惫不堪 还深受粮草 紧局之苦 将士普遍思规 将领们也希望尽快结束这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 苏布台等人经商议之后 决定变甲道渔宋的计划 为连宋伐金 当年8月 蒙古都元帅塔查尔 派汉族使者 挤付南宋 请南宋提供粮食 军资奖 又与宋约定两军 驾攻蔡州 答应攻克蔡州后 将中原之地还给南宋 此时蒙金对抗的局势下 南宋的立场至关重要 如果南宋挺金 那么蒙古军的进攻 就会有很大困难 如果南宋挺蒙 那么本已经屈弱无比的金 就会迅速脱崩瓦解 也许是靖康之耻 在宋人的脑海中 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使他们忘记了 淳王齿寒的古训 决定出人出钱 联盟灭亲 8月 宋军大局北上 围攻唐州 很快便攻取唐州 9月 蒙军继续加击金朝 蒙古军由都元帅 塔查尔率领 逼近蔡州 他们在城四州 筑起长城的高磊 日日要兵城下 以恫吓瓦解金军斗志 11月 南宋将领江海 孟拱 率一万精兵抵达蔡州 城下 他们还给蒙古军 运来30万弹粮食 和一批工程装备 蔡州被围困三个多月 城中凉禁 一旦守军饿肚子 蔡州必不攻自破 形势异常为大 金爱宗下令 杀御马50匹 官马150匹 让将士们填饱肚子 他还将许多御用的器皿 赏赐给将士们 今天兴三年元旦 蒙古军在城外 杀牛宰羊 犒赏大军 随即肋骨列阵 摆开一副进攻架势 金爱宗知道 他们即将攻城 把服侍自己的进士们 都派到四门 驻守 各级官员都补充到守军中 去以加强军备力量 金史记载 蒙古军为蔡州东西北三面 宋军为南面 几乎同时开始对蔡州城 发动一次次猛烈的进攻 面对蒙宋联手加攻 金兵的顽强抵抗 也是可圈可点的 蒙古万户张柔 在率军攻破时 身中无数流失 被射得像个刺类似的 在南边发起攻击的宋军 也遇到金军的凶猛抵抗 宋将郭山在混战中 竟被金军生擒 多亏孟拱 神仙士卒 都军苦战 这才扭转颓势 攻夺了柴潭寿老 俘获了五百兽楼金兵 金军虽然浴血奋战 顽强抵抗 但毕竟双方力量对比 是如此寻殊 吉埃州新知 无力回天 决心以死迅果 时代 1234年2月19日 蒙古军在蔡州西城 凿通武门 大军锅造着涌入城中 完颜崇德率残军与敌 展开激烈巷战 战至傍晚 蒙古军稍稍退却 声称天亮后再战 当晚 艾宗完颜首续 传位给宗室完颜成林 次日一早 完颜成林及地位 剩余的文武官员到场称贺 仪式草草结束后 军臣立即披挂上阵 抵御卷土重来的盟军 彼时宋军也已经攻破南城 金军守军 残步死战不退 与联军进行激烈而残酷的巷战 血战从黎明一直持续到午后 劫向上 尸骇浪及 血流瓢楚 锦艾宗见败局已定 便在军事中自意而死 正率众与宋军苦战的 姬墨帝 满颜成林 闻讯急忙前去枯及 正在祭殿时 紫城也被攻破 宋军鱼冠涌入 墨帝完颜成林 在混战中被杀 在位挤一天 剩余的数百金军将士 在剩余金国将领的带领下 全部投如何自尽 无一想者 立国120年的经朝 明知巨王